假設一重邏輯 那如果一樣的程式 基本上我們要怎麼開始 首先請各位注意一下 先把Visual Basel打開 進到裡面的話 這個裡面本來是沒有模組的 我先程式先把它 假設移掉好了 假設你們進來的話 應該會是長這樣子 進來有沒有 馬上就可以使用了 那個VPA的環境 其實跟Python最大不一樣是 它很簡單打開就可以 那它的基本邏輯就是 它已經幫你先建一個專案 那專案底下呢 在Python 有沒有 新增一個project 那這邊不用project 它這邊也沒有package 它直接就是模組 所以會比那個Python少一階 所以你按右鍵 直接插入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 實際上就是剛剛那個Python 那個一樣類似的模組 ok 那所以第一個請各位注意一下 把它按右鍵 插入這個模組 那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環境就是我們要 撰寫程式的地方 那基本上我們等一下會有 三段程式 一 一重邏輯 兩重邏輯 多重邏輯 這個是怎麼出來的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按部就班來看一下 第一個 這個我先把它 滴掉重來好了 如果一張白紙 那怎麼樣開始撰寫程式 一 記得從這邊插入程序 程序的話呢 當然你就打一個一重邏輯 比如說你可以參考那個 我們在雲端上放的這個 就是 零四 就是雲端白板裡面有零四這個 打開來 基本上我們就是 有點像轉一下 把這個變成這個 一重邏輯 之前我們有打一個什麼 Edge等於轉型 Input 那把Input改成Input Box Print改成Mesh Box 一樣輸出結果 反正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只是說呢 我們輸入跟輸出用的那個 那個工具不同 所以 第一個 插入一個 這邊有 先一個模組 第二個 插入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呢 我們就叫 叫一重邏輯好了 特別注意 那個 在VBA裡面 你不用擔心那個什麼 那個中文的問題 因為中文的問題 完全相容 但是在Python裡面 盡量少用中文名稱 主要原因是這個相容性問題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 VBA或者微軟的產品 相對的做得非常的好 OK 按確定 不過是不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在猜是不是也是因為這樣 它就是微軟一直不 使用UTF-8 跟別人一樣 會不會跟這個有關係 因為它如果用UTF-8 會不會也是會有亂碼的 不過這也很難講 這個 所以第一個 它沒有中文的問題 那我們插入一個程序呢 它一定會先有一個程序叫SUB 這個SUB實際上 感覺好像比較像裡面的Module 不過它這邊叫做副程式 那裡面我們要鑽一些什麼呢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呢 產生一個類似一重邏輯 就是請使用者輸入 輸入什麼 輸入一個年齡 判斷完之後 輸出一個未成年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大概模擬這樣的一個情境 那第一個一樣按一個TAB鍵 在那個VBA裡面 我還是建議你按說縮排 那不過特別注意喔 在VBA裡面這個縮排不是強制性的 它是參考性的 但是你還在養成好習慣 第一個我們那個H 比如說H什麼呢 等於 那後面的話Input Box 所以你就打一個Input Box 多一個Box而已 就是跳出那個視窗它叫Box 刮斧裡面的話呢 跳出一個訊息 請輸入年齡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跳出一個輸入方塊 讓使用者填 輸入年齡 輸入之後一樣把它放在Edge裡面 所以這個等號一樣跟Python一樣 是賦予 把值賦予到前面 不過特別注意呢 你輸入完之後它放進來的值 還是字串 可是特別注意喔 在VBA裡面 它這個字串的比對 相對的比較沒有那麼嚴苛耶 比如說這邊我都沒有轉對不對 那你比如說 是不是大 如果是小於18 後面呢 在Python裡面 不用打Zen 可是在VBA裡面要打一個Zen Enter兩下 那VBA還多一個Enter if 必須要多一個Enter if 就是說它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結束的去數 按一個TAB 輸出什麼呢 輸出我們是Printer 你把它改成Message MSG Box OK 然後呢 顯示什麼呢 未成年 所以後面的話打一個 叫未成年好了 類似像這樣子 好 這樣的話程式寫完了 那寫完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喔 它跟那個Python最大不一樣是 你想說老師這邊為什麼不用轉型丟給它 在這邊可以判斷 這個是VBA比較 比較友善的地方 如果你沒有轉型喔 VBA會自己幫你判斷 因為你這個Edge本來是自串 可是你自串放在一個 小於的符號的前面有沒有 它就會自動幫你轉成數字了 所以特別是VBA很多地方會自動幫你轉 所以很多人喔 都不用去寫那個轉型的部分 所以轉型的部分不是不重要 但是在VBA裡面沒有那麼重要 OK 所以第一點 我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請輸入年齡15歲 Enter 跳出一個未成年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把它改成兩重的 那兩重其實可以把原來的程式 你把它複製貼到底下去 Ctrl鍵按住啦 其實我的習慣是Ctrl鍵按住 拖拉到底下 拖拉其實就是Ctrl-C,Ctrl-V啦 就一次就完成 那把一重邏輯改成兩重邏輯 假設我今天呢 還有一個Ls 就是說呢 衛成年我要 反之 所以反之在哪裡 記得喔在衛成年這邊 Back一下 Enter Back 這邊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Ls 跟那個Python一樣 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冒號 不用冒號 然後呢 Tab鍵之後的話呢 顯示什麼 顯示成年 這邊的話呢 就把上面這一行有沒有 我一樣用拖拉的 然後Ctrl鍵按住 把未成年改成成年 這樣OK的 誒程式又寫完了 其實你會發現啊 有時候反而寫VBA 真的 像我現在一隻手拿著 我單手寫程式都可以 因為VBA寫程式真的比較順 那CK 那二重邏輯怎麼跑出來的 怎麼跑出來的 就是倒車一下 就是E選舉上面對不對 CtrlC CtrlV也可以啦 不過我CtrlC CtrlV比較慢 拖拉的時候有沒有 按個Ctrl鍵 放開 這樣應該比較快吧 OK 所以以後呢 你如果要複製某一段程式也是這樣 Ctrl鍵按住拖拉 Ctrl鍵按住拖拉 就有了 再把這邊改一下 改成兩重的 其他都一樣 所以把它Back 不行 一重二重應該只是一個名稱 對對對 那個沒有關係 對 那個只是說你自己看得懂為原則 這邊的話你就是Magic Box 剛剛 如果你程式打得比較慢的同學 這邊也有 CtrlC 至少啦 我是建議 如果打得慢沒關係 你就是貼上自己改一個地方也沒關係 兩重的話呢 雲端上也有 這邊也有 OK 基本上如果 你比較跟不上 你可以跟我講 我會把程式貼上去 至少你RUN一下 跑一遍 細節 改一下 OK 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所以我們在執行 假設說他是 50歲 Enter就會跳成年 反之就跳未成年 這個應該可以看得懂吧 再來的話多重 多重 我們之前有寫一個什麼 就是底下這邊 這樣的邏輯 不過你會發現像這個編碼這個也不用考慮了 之前我們還會特別考慮 而且如果你不寫這一行 你可能要去改那個Eclipse裡面的設定 那在Excel VBA裡面完全沒這個問題 那再來改多重怎麼改 其實也一樣 我們把兩重的部分 拖拉Ctrl鍵 這邊改成多重 打一個多重 OK 所以會有三種邏輯 輸入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成年 青年 壯年 老年 這個先改老年好了 最後一個是老年 那其他的話怎麼改 其實我想也差不多 你back兩次 把這個if 這個邏輯 Ctrl鍵按住 拖拉到底下 記得 遺失也是一樣 在Python裡面是加一個EL 可是在VBA裡面加一個EL 這樣而已 其他都一樣 然後邏輯的話 就是說如果他大於等於18歲 而且呢 and and 什麼呢 h 假設是 小於31 31歲的話 那這個我把它稱之為叫青年 OK 我們邏輯用的跟那個Python一樣 那另外一個邏輯是這兩 這兩把他複製一下 enter back back兩下 貼上 OK 那貼上之後的話 這邊 一樣這個是 再來 大於等於 30 應該是31歲 大於等於31 好 31歲以上 然後小於65歲 OK 65歲以下 那這個我稱他叫壯年 這個叫壯年 所以這邊也是打一下 OK 我再改一下 好 完成 好 那一樣把它run一下 run的話呢 其實 VBA上面一樣是一個箭頭 反正這個跟Python一模一樣 只是說呢 我們剛剛有那個除錯模式 有沒有 其實在VBA更貼心 它其實要足行跑 更簡單 你可以怎麼樣 爭錯的時候用F8 它也會足行跑 甚至中段點加的方式都一樣 不過這個我想現在程式太簡單了 我們先 直接就run它好了 那游標只要放在這個SUG裡面 執行 輸入 31歲 32歲 Enter 31應該是 壯年 OK 沒問題 所以這裡的話呢 主要是把那個Python 怎麼樣轉移到VBA裡面的寫法 我們把它在VBA重寫一遍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加一個模組 其他的話 只要加一個SUG 用插入程序去加 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從頭到尾自己打 也可以啊 你打一個Public 一個SUG 不過其實特別注意 這個Public 可加可不加 這個Public的意思是說 共用 跟什麼共用呢 跟其他的專案共用 目前只有一個專案 所以你共用不共用都不影響 所以你把這個Public delete掉可不可以 完全沒問題 因為目前只有一個專案 有沒有 我們現在 它的專案的單位呢 是以一個 一個Excel檔案為 為這個單位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將來是要跟別的檔案 別的Excel檔案共用 才會需要Public 所以這部分其實就是一個SUG 然後一床邏輯 小瓜糊 這個小瓜糊 跟早上講那個制定函數也類似 就是那個瓜糊裡面呢 你也可以什麼 指定要不要傳引述 或者不傳引述 這些都一樣 我想請各位先 試著把這個一重 兩重 多重 先試一下 那底下當然還有其他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大小血沒有差 在那個VBA裡面 大小血沒有區別 所以呢 習慣 全部打小血 那全部打小血呢 他手字會變大血 所以如果你打 塵字打錯 手字不會變大血 那表示你塵字打錯了 習慣上是這樣 就是 但是Python大小血有區別 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 在VBA裡面 大小血是沒有區別的 可是習慣上會全部打小血 但是你打完小血 他的第一個字會自動變大血 像一幅有沒有 打小血一幅 他會移開 自動幫你把I變大血 像有些拼字啊 很容易拼錯 那我都會先打小血 移開 如果沒有變大血 那表示我拼錯了 像你是有裡面常用的 什麼application有沒有 很長一串 打小血的話 他自動第一個字就會變大血 這裡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那再來的話 如果等一下有時間可以試試看 那個之前我們的BMI練習 BMI練習的話 在這邊特別注意 在VBA裡面不用轉型 所以你不用 不用特別去什麼管它 Flots還是Int 還是Stream 反正你輸入什麼 這也是VBA 算是比較友善的地方 因為很多初學者 對於資料型態 真的很容易就頭暈了 那在VBA裡面 他暫時 就不解決這個問題 當什麼時候解決呢 當你的符號 比如說你用and的串接 他自動幫你轉成 自串 當你是比較 大於小於等於 比較一定是數字 所以他就自動幫你轉成 數字 所以他是根據你後面的用途 而去幫你轉換型態 其實這樣我覺得 這樣VBA很友善 相對的 可是當然也有他的缺點 因為有時候太友善 反而有些人會不太 注意那種資料型態的問題 反而也是一個問題 當然我覺得 這個部分優點應該是 優點應該是多於缺點 讓程式變得更加的簡潔 這個部分我想應該是VBA 很重要的一環 那請各位後面也許把那個 VBA的那個什麼的 就是請輸入身高體重 並且計算BMI這個部分 也試著改寫看看 程式也不多 但是就是 把規則稍微熟悉就可以了 然後利用這樣的方式 反正以後管他是什麼需求 只要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可以比較有選擇性